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欲成军的特邀相机测试员NICO 我是欣杨 那自从我们之前做过 蔡司的Bartist系列之后啊 就有那些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小伙伴 在后台跟我们留言说 赶快把试码的401.4也请出来 看看在35到40这个焦段 谁的表现更好 那欲成军主打的就是一个重粉 今天安排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出了 在索尼一卡口上 35到40这个焦段内 非常优秀的三枚镜头 它们分别是 驶马的40F1.4 索尼原厂的35GM大师头 以及蔡司的Bartist40F2 那今天新谣也来了啊 我们按照往常的排面 我们会用这三颗镜头 分别进行一些静态图片的拍摄 还有视频的一些 动态对焦的测试等等 让大家看看这三颗 在35到40焦段的镜头 它们的表现是否如您心中所想 好了话不多说 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测试吧 提到35到40这个焦段呢 其实目前很多的摄影师都习惯于把它用作一个挂机镜头的这样一个焦段 因为这个焦段拍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很适用 它的适用面是很广的 对那么提到挂机镜头 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它的小巧性和轻便性 那么大家也可以非常显著的看到我们手里的这三枚镜头 它们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不同 是有很直观的一个区别的 我们的编辑团队可能知道我最近在健身啊 所以让我拿了试码的这枚非常优秀 但是体积确实看起来不太像挂机镜头的401.4 当然了它上市这些年呢 它的画质表现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那作为一枚挂机镜头呢 到底是为了追求极致的一个轻量化 还是为了画质可以牺牲一切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这期节目我们完全就是主打一个重粉 毕竟作为一枚2018年末发布的镜头 尺寸和1270克的重量相当害人 当年也是坐实了健身码的称号 那我们育成粉丝群的小伙伴 对这枚镜头在索尼无反接身上的表现相当期待 我们也就直接借来了这枚401.4ART 顺便拉上索尼目前35毫米焦段最强定焦351.4GM 来检验401.4的成色 刚好手头也有一颗同焦段的蔡司Battis F2 干脆就一起带出门做个横评测试 先说好为啥没有选择试码的35定焦 我们育成Photo团队曾经在23年7月做过一期 试码定焦的横评对比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翻看 本期节目使用机身是索尼的A7M4 老规矩拍摄的底片将在评论区置顶 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载对比观看 觉得这期节目不错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关注育成Photo 谢谢大家 我们先来看三枚镜头的外观体积对比 索尼35GM和蔡司8.40 都是走一个轻量化路线 试码则是将好钢全使出来 三枚镜头放在一起明显能感受到彼此的不同 前面说到 试码402的索尼E卡口版本 不带遮光照精神体积为15.7公分长 直径8.7公分 重量为1270克 滤镜尺寸来到了可怕的82毫米 索尼35GM长度9.6公分 直径7.6公分 重量524克 滤镜尺寸67毫米 蔡司Betty40F2的长度9.3公分 直径9.1公分 重量则是三者中最轻的361克 滤镜尺寸为67毫米 上机之后可以明显看到三者巨大的差异化 索尼原厂35GM和蔡司Betty40相对是正常的便携体积 适马401.4ART则如同一枚变焦镜头一样夸张 毕竟索尼7200GM二代也就1045克 适马的40可以说相当的仿飞自我 来看三枚镜头的静态画质解析力表现 依然先分别对比一下三枚镜头在光学结构的差别 适马401.4ART是12组16片结构 采用了三枚FLD迎时级低色散镜片 三枚SLD特殊低色散镜片 最后段增加了一枚飞球面镜片 适马官方给的说法是 401.4ART是采用了更高端 适马自家电影镜头的设计思路 索尼的35.4GM则是10组14片结构 其中非常罕见的使用了两颗XA超级飞球面 一枚ED低色散镜片 使用的是索尼第二代Nano AR纳米结晶度模技术 蔡司Betty40F2则是相对简洁的8组9片结构 采用的是蔡司自家Disk跟逆胶式设计 使用了四枚低色散镜片 一片飞球面特殊玻璃镜片和两片飞球面镜片 简洁的结构内特殊镜片可是用了不少 同场景对比下可以看到 驶马40ART果然不俗 锐度表现相当不错 但玉成军之前曾经使用过佳能的5DSR机身拍摄测试过 其实驶马401.42的表现会更加出色 这里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不清楚的一点 索尼在无反机身的SAMOS前面 有一块特殊的2.5mm厚度的保护玻璃 这块保护层的出现 使得光线通过镜头到达索尼无反机身SAMOS上的过程 和佳能尼康单反完全不一样 这也为何很多驶马等厂商 在单反时代推出的镜头 如果不经过光学设计优化 其实表现力在索尼上将有一定程度的损失 当然索尼自家原厂的各类产品 都是经过光学的重新调整 可以看到仅仅524克的35GM 依然在1.4最大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锐度表现有明显的胜出 驶马401.42也是凭借自身本来足够优秀的光学素质 来承担了这层保护玻璃所造成的光学损失 所以如果你之前在单反上使用驶马这枚镜头 重新在索尼机身上进行使用 疗效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如果你只看参数或者官方的MTF曲线 也许会觉得在单反上表现卓越的 驶马402的解析力表现不容错过 但通过我们同场景的对比测试 索尼351.4GM明显在中心和边缘解析力上的表现会更加优秀 三位镜头的色彩对比其实也很明显 和驶马之前镜头色彩风格比较类似 401.42的色彩倾向整体是偏暖的 蔡司Bate 40F2都更偏蔡司的冷色 对比之下索尼351.4GM有点中正平和的那个味道了 整体色彩反而没有过度的偏色倾向 更符合现场我们所观看到的视觉特点 色彩的问题在视频中表现会更加突出 可以通过人物的肤色看到三位镜头在色彩上的差别 驶马的人物肤色特别是脸颊部分有一定程度的偏黄 对比之下视频中模特面部的高光部分 索尼的351.4GM保留的更好 并且色彩非常扎实 对画面中暗部的黑色部分细节过度更好 蔡司Bate 40F2则更加浓郁 色彩整体感觉对比度更高 当然三美镜镜头都可以通过后期调色来获得大家预期中的色彩 我们在这里指示给大家看一下 同场景对比下三位镜头的色彩表达风格的差异化 知道大家有点意犹未尽 我们也拿出另一组拍摄下的对比 单独测试让 驶马401.4RT和索尼的351.4GM做对比 我们在阳光非常充足的天气下进行拍摄 模特采用的是背对太阳的逆光位 以人物面部为曝光标准的话 可以看到索尼351.4GM色彩表现更加扎实 背景树叶的部分对比度更加明显 驶马401.4RT对人物的表现没问题 在背景对比上因为逆光的原因 色彩表现就没有索尼原厂大师系列那么扎实了 当然驶马401.4RT毕竟堆料分量十足 在一些场景内 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顺便我们也测试了一下最大光圈下 三枚镜头的对焦表现 采用的机身为索尼HM4 三枚镜头分别使用各自最大光圈 进行人物面部的追焦测试 这个环节基本上结果很明显 驶马401.4RT对焦表现没有太大问题 但在进行模特姿态变化和面部遮盖后 再出现的时候 对人物眼部的对焦判定 没有原厂351.4GM表现那么明显 也是双XD线性马达组 把自家之前351.4VA对焦反馈慢 跟焦成功率不高的问题一举解决 同样蔡司的Battis表现也很出色 毕竟镜组较轻 对焦马达驱动起来符合较小 跟焦上的表现也是很轻松的完成了测试 在正常图片拍摄时 三枚镜头都没有让我们觉得 对焦困难的问题出现 但在视频对焦上 特别是人物面部在对焦判定上 驶马401.4RT会有一定程度的判定选择问题 需要你再次按下快门确认对焦区域 然后看一下三枚镜头的虚化表现 在室内我们拍摄了一组手办对比 首先看一下中心可立的眼部 当我们放大到100% 可以看到索尼351.4GM的锐化是很有优势的 中心解析力非常出众 在虚化对比上 因为驶马是40mm焦段 本身比索尼的35mm要长一些 我们在保证对比手办接近同等大小的情况下 驶马401.4光斑稍微大一些 整体呈现柠檬型 索尼351.4GM的光斑边缘更柔美 并且光斑圆形的弧度也更自然 在边缘细节表现上 可以看到虚化过度的部分 索尼的351.4GM整体表现更自然 驶马401.4RT稍微一筹 在户外我们进行测试时会发现 同样大概人物主体在画面中所占部分类似的情况下 索尼351.4GM的虚化风格是走尽可能柔化背景 在背景上的光圈和过度都走柔和的路线 但驶马401.4RT则更强调光斑的展现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驶马镜头下光斑会更加突出 这是两种不同的表现风格 至于哪种感觉更好 我们将对比样片放在评论区置顶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自行下载放大至百分百对比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在三枚镜头使用后的心得 大家一定要相信一个观点 就是光学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 越贵的镜头产品在技术上的差距将越明显 类似索尼GM大师系列 我们基本上以索尼在2019年推出的1351.8GM为一个分水岭 135GM这枚镜头使用了日后被我们称为索尼GM二代标配的技术 例如光学表现非常出色的XA超级飞球面镜片 立大专飞的双XD线性马达组 第二代Nano AR纳米镀膜技术 都让19年后续推出的GM镜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 351.4GM 501.4GM 501.2GM 包括变焦系列的2470GM二代 70200GM二代等等 都在解析力色彩眩光鬼影控制对焦表现上上了一个新台阶 整体是为索尼A7R5的6100万像素以及后续甚至全画幅1亿像素的解析力做支撑 所以即使当年是马耗费心血打造的一代重磅产品 可以在佳能尼康单反卡口上大杀四方 但在索尼无反机身上有些力不从心 毕竟当初设计的思路并未针对无反进行优化 所以即使在RAW文件对比上也能看到401.42对比351.4GM的差距 当然这枚镜头依然出众 目前全新价格在6000左右 许多小伙伴在咨询我们购买建议时 我们其实给出的倾向性很明显 适马的402在重量上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将非常影响大家在拍摄时的快乐体验 毕竟1.2公斤的镜头将逐渐消磨掉随身带出去出街的快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度非常喜欢蔡斯的Bate 40F2 361克的重量完全没有任何鞋带上的压力 如果你想在索尼全画幅一卡口上 获得最好的35毫米焦段的综合表现 目前看来仍然是索尼的351.4GM独占凹头 毕竟原厂亲儿子的待遇摆在这里 针对无反相机光学上的优化也更加彻底 如果追求轻量化设计 蔡斯Bate 40F2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目前价格回归轻量化扫街非常合适 芝麻401.4ART在佳能和尼康的单反上 表现一定比索尼无反机身更好 色彩锐度表现也会明显有所上升 但抱歉这里是索尼的主场 容不得外人撒野 好吧那么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是觉得镜头或者是其他摄影器材的一个轻便性 是我比较看重的 因为无论是外出拍摄还是出门旅行 摄影器材的轻便都可以减去我的很大的负担 让我真正的去感受到整个拍摄以及旅行的乐趣 通过今天的一个测试呢我想修改一下我前面的一些定义啊 我们把35-40这个焦段定义为挂机头比较适合的一个焦段 但是呢通过测试试码也让我觉得 其实这个焦段在很多的专业性的拍摄上也有它独特之处 比如我们很多拍星空的朋友就对试码的这枚401.4评价颇高 那在那个具体的拍摄场景下 这样的一枚比较有分量的镜头也是有它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的 最终啊购买镜头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 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一枚 其实是最重要的 在买镜头前大家一定要多看多听多比较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35-40焦段的 一卡口镜头的一个全方位的测评 希望帮助您的选购提供一些建议 我是Niko 我是欣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